哈囉大家好,我是花生咪咪 沒有錯啦,又來到了每個月的抽牌時間 這次要抽的這副牌呢,叫做 神奇美人魚與海豚指引卡 很漂亮吧 然後呢,在抽牌之前 一樣有幾點重點 希望大家可以幫我注意一下喔 首先那就是 如果你有身體健康上面的疑慮 請一定要先去看醫生 再來就是 牌卡的指引呢,是現在的你造就的那個未來 所以啊,如果你抽到的是好牌 恭喜你,繼續努力下去達成目標吧 如果你抽到的牌,不盡理想也沒有關係 不要灰心跟失望唷 只要你現在肯改變 未來就會改變 要記得,勢在淪為 選項分別是 第一張牌、第二張牌、第三張牌 一、二、三 請你們靜下心 用直覺選出你最想要選的那一張就OK囉 還沒選好也沒關係 可以按下暫停 那如果選好的話 就跟著我繼續看下去 這次的十月份指引吧 選擇第一張牌的朋友 九月份是不是很忙碌或是不太好過呢 不用擔心 這一切的狀況都已經過去了 十月份你將會有新的開始 不管你是有新的規劃 想轉換跑道 還是有任何想嘗試新的事情 十月就是你的機會來臨囉 千萬不要讓機會溜走 要好好把握才行啊 那就祝福你們囉 選擇第一張牌的朋友們 選擇第二張牌的朋友們 你是不是有什麼想做的事情 或是一些計畫呀 但是一直不知道該不該做 猶豫不淺 沒有動身呢 好,現在開始動起來吧 不要再猶豫了 十月份就是你的機會來臨 只要肯做就會有收穫 所以讓我們一起加油一起努力 不要在這邊猶豫不決囉 GOGOGO 那就祝福選擇第二張牌的朋友 可以有所行動有所收穫 我們一起加油向前行吧 選擇第三張牌的朋友 你們對最近生活上的遭遇 是不是有些疑問有些不滿呢 是不是很想問老天爺為什麼 但是不用擔心 有聽說過 宇宙的運行都是已經安排好的這句話嗎 這些都只是你路上的一些風景 你只要好好做好自己的本分 這些會過去你會有所收穫的 人生就是有期有夫嘛 這些都只是一個過程而已 不用擔心一切很快會過去 那麼就祝福選擇第三張牌的朋友 事事順利順心 不要再煩惱囉 以上就是這次10月份的運勢指引 好因為我的臉被貓咪抓傷 現在不太方便化妝露臉跟大家聊聊 所以呢這次的運勢指引就比較簡單快速一點 希望大家10月也都可以順利平安囉 然後我在頻道上面 一個月一次的抽牌呢 是比較服務性質的想要回饋給我的觀眾們 因為我把你們都當成是自己的朋友 所以呢雖然很簡單 但是希望你們都可以得到療癒 還有真相的力量 如果我的抽牌有給你們一些幫助 或者是你們有什麼想要聊聊的 都可以留言或者是私訊我都沒有關係 希望你們都會開心 然後也可以把我當成是你們的朋友 那就謝謝你們看完啦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按個讚還有訂閱頻道 小鈴鐺也不要忘記打開唷 最好的話就是分享給你所有的朋友們 讓他們一起得到療癒吧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